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人每年都有五万美金的额度可以做跨境支付 但这也是陷于消费支出或者交学费这类经常项目下的支出 是的 又是不可以做投资理财的 所以理财通正正在这些政策上是有一个突破 亦都给到投资者一个正式的渠道 可以做一些跨境的投资 而且每个人可以给到一百万人民币 我们相信这个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居民来说 真是给多了一个投资通道 令到他们可以实现更多元化的资产配置 另一个问题就是会问如何开户 譬如我之前也有做访问 又或者跟人行金界的朋友聊天 我经常说跨境理财通行不行 他们就说首先要看看如何开户 因为你知道了 疫情关系 大家都会想避免直接要去分行 但是后来听听一下 好像为了令到件事的效率高些 又或者反应好些 好像消除了某些障碍 感觉上可能是不需要实体的人出现 就会开户 开户的确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因为是这个理财通服务最必要的一个环节 我想特别是香港人 就是怎么开户 没错了 那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首先我们看回最新的理财通 一个征求意见稿都有提出 香港的校户要使用理财通服务 我们叫北向通的投资者 那北向通的投资者 是他先要去到香港的银行 先去扮一个资格核实 然后要开立一个叫做汇款专户 那如果他未有内地的账户 其实就是需要亲身去到内地的指定银行 他开一个全新的个人投资账户 那当然他都可以在香港银行 透过见证的方法去开这个账户 那如果对于以前 已经在内地开了一些人民币的银行账户 那他可以和内地的客户银行 去提出一个申请 那内地银行都可以将他这个账户 作为这一次的理财通的专门账户 那也有优势的 是的 所以其实我们二届大家都很期待 正式的理财通细则出来的时候 真的客户不需要亲身去到内地 就可以开到账户了 那反过来 如果给大湾区的居民想来买理财产品 那他们开户 是不是跟香港人都待遇差不多 现在的细则是这样去提出来的 就是说 其实是可以透过内地的银行 去帮我们见证 就是说大湾区九个城市的居民 如果他想作为一个理财通 客资格的投资者 他也是可以透过在内地的银行 见证的方法 来开纳我们香港的这个投资账户 所以是可以不亲身来到香港的 好的